第二个 弟子平常念阿弥陀佛圣号 而在极次悟梦中和车祸前 特口而出的 却是观世音菩萨 或是地藏王菩萨圣号而脱险 请问万一我车祸真正死了 这样能往生吗 能不能往生关键的不在阿弥陀佛 或是观音菩萨地藏菩萨不在这些 在你的院里 那你看五量寿经三倍往生 前面是上倍中倍下倍 那都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 可是后面一段 那是读诵一般大臣的 不是修净土的 试念其他佛菩萨名号 修学其他法门 但是能把自己修学功德 回向往生净土 没有一个不往生的 你就晓得 尽忠法门广大 阿弥陀佛告诉我们 绝对不是只有念阿弥陀佛才能往生 念观音菩萨 念地藏菩萨 甚至念要事如来 无论念哪一个佛菩萨 发愿往生净土 没有一个不往生 那么从这个地方你也能体会到 我们做人要有这个态度 心量要大了 只要方向目标相同 用的方法不一样 没有关系 在这个地方要向阿弥陀佛学习 想念 换 有 谢谢大家